所以政府官員只告訴你說 這不叫做茶水錶 可是民眾就是不相信 感受就是這樣 尤其的確也有民眾 就在臉書上面說 大家還記不記得 茶油的這件事情 來複習一下屏東的搜水油醜聞 在2011到2012年之間 當時因為有地下油場 很臭 結果有個老農 他不識字 他向屏東縣環保局去檢舉 沒想到五次檢舉都沒下文 然後他實在也受不了了 還自費去買數位相機 搜證了長達兩年的時間 一直是到2013年年底 去向台中 注意 不是再繼續向屏東 去跑到台中 向台中的警方去報案 屏東的跑到台中 對 才查獲了非法搜水油 所以大家就說 你想想看那個時候 是老農去檢舉都沒下文 然後結果一直還得跑到台中 才會有結果 現在不一樣了 我知道為什麼了 老農沒有打1999 這次是1999 一通電話就能夠 馬上兩度了 對 可是這就凸顯出 效率差很多 然後民眾不信任 對於你現在說 查水表 查水表 只是巧合嗎 我不相信 然後你知道 連人家的經理 都還要什麼 拼命的去解釋 說我們發那個聲明 跟那個政治無關 是因為客戶一直打來問 所以我們必須要跟客戶交代 人家業績才是最重要的 對不對 可是做生意要繼續做 但是你如果一直在 跟他搞政治的話 你叫他怎麼繼續 好好的做生意 繼續來當台灣的優良廠商 不是這樣嗎 結果到目前為止 你看 是業者自己出來 趕快去跟政府道歉 造成你們的困擾 很抱歉 我們也要問 現在有沒有造成業者的困擾 應該有 有吧 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官員 由哪一個出來跟業者道歉 來 委員 對 我覺得現在的情形 就是像我這個寫的 就是這樣子 順輸者倉 逆輸者查 查什麼 查水表 這這麼明顯 屏東縣政府有出來說明 我們來看證據說話 也不要說屏東縣政府 就是好像我們要污衊他 這個是中央頒布的 頒布的這個表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及申報辦法 這有規定 裡面有寫 這個信工廠它是屬於丁類 丁類是每一年11月底 以前要申報備查 大家注意申報備查 申報備查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因為全國有這麼多的地方 需要做消防的安檢 所以一般的廠家 商家 都會委託專業的消防設備師 消防設備師 這些消防公司 去申報 申報完了以後 就會一個備查的程序 備查 備查就這樣看看就可以了 不用說每一家 因為有這麼多場 消防局沒有那麼多能力 所以才需要這個 專業的消防公司來做 消防局不會每一家每一家去查 所以屏東的縣政府 還有一件事情很特別 消防局 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是中央辦訂的 但在各地的縣政府都有 但是昨天我們為了這件事情 我們上網去查 發現屏東縣消防局的網站 這個表 徹業被移除 這個表 這上面有很多表格 不敢跟人家 這上面有非常多的表格 包括有爆竹煙火 施放什麼條例 火災什麼預防制 就是有關消防法規都在這邊 還有上面表格 民眾要上網去申請什麼的時候 都需要表格 需要了解資訊 就上網去查 結果我們昨天上去查 這個表格不見了 這個本來都存在的表格 突然不見 怕人家去了解說 這個順序 時間就是這麼的 清楚 每一年11月底以前要申報 被查 我們看到新公有照時間 他在11月底已經去申報 對 也是去申報 照說也是正常化去被查 不會沒事去跟他查 那就是因為 屏東縣發言人也說了 所以他有第二個說法 他的說法就是說 因為昨天1999街道一通 檢舉電話 所以一併計查 就是這一通電話 這一通電話 所以屏東縣檢查的效率 接到檢舉電話效率 真的提高很多 我今天在內政委會 有質詢我們次長 我說這個是要頒給他一個 優良的獎章 以前五次檢舉之後 永遠不會去查 現在一通電話立馬查辦 是嗎 所以你說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你說是不是查水表 這個就有點像我上次在問 我們那個秋鬥遊行之前 我問我們內政部 我們問警政署的署長說 警政署不是去關心民眾嗎 去豬龍家裡關心說 聽說你要去遊行 聽說你要跟某某某去遊行 聽說你什麼什麼去 我就問那個署長 我問警政署長說 你問這些是什麼意思 他說我們出於散意 他是出於散意 我說出於散意很好 你是要一路護送豬龍 從雲林到台北去遊行嗎 所以現在政府不管做什麼事情 他就說我們是散意 我們是例行性檢查 我們是點點 他永遠都有理由 但是我覺得 不管他做再多的梗圖 用再多的小編 人民的心裡 眼睛都是血亮的 也許現在民眾都是不敢發聲 因為恐懼 現在政府已經讓人民失去 免於恐懼的自由 這是我們的基本人權 他讓很多百姓不敢講話 心裡也知道不敢講話 不敢站出來 不過我們是民意代表 我們不用害怕 但是我要跟這個政府這樣講 沒關係 你繼續這樣做 我相信再很快 討厭民進黨會變成最大黨 是 現在用小編 或者是1450 瘋狂的去檢舉他 但是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包括了這個之前的蔣萬安 跟蘇院長的質詢 備詢的過程 大家都看了 完整的 就會知道說 這個內容不是蘇院長講的 什麼叫挺你們的政策 是完全不是這樣講的 現在又包括你一對照 你就發現真的差很大 想問一下軍營委員 你看今年是打1999檢舉 就兩度的來進行 消防安全的檢查 真的是有夠巧 這個是2011年 2012年 這曹啟宏當年的時候 搜水油事件 五度檢舉都不了了之 屏東的事情 還要特別到台中去檢舉 才會讓全台灣的人知道 所以這一比較就知道 1999真的是怎樣 要真的給發給他一個獎狀 效率有夠高 現在的台灣社會 經過大概這一次的 總統大選之後 然後有很多的事件出來 包括中天被關台這個事情 之後這個社會就變成兩極化 變成這個信者和不信 就互相對立 叫囂 互相對罵 現在當事人說的 民眾都已經不聽了 包括信公怎麼說 那個都是不得已的 縣政府怎麼說 那個都是狡辯 民眾自有他的解讀 這個社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完全沒有辦法去理性的對話 或是說去尋找一個 有機會大家的共識 我提一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網軍 大家一直在罵什麼 網軍你看就開始在洗版面 開始在出征 我跟大家講 你現在去信公的FB看一下 留言就那一則跟這一次的 挺不挺萊豬的聲明 有關的留言 大概將近三千個留言 兩千多個 其中大概不超過三個 是負面的 對他有批評的 三千分之三 你說這個叫出征 我們的軍隊也太弱了吧 如果說民進黨有網軍的話 如果綠有網軍 我不是替民進黨講話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不成比例 這個怎麼會是出征 大家能夠理性下來 但是能不能理性 我不樂觀 我為什麼不樂觀你知道嗎 上行下效 什麼意思 蘇貞昌院長帶頭衝 帶頭 對不對 大家來 誰怕誰 那下面的人要怎麼樣表達 下面的人怎麼可以示弱對不對 老大就這樣 當然就拚了還比較兇 就是今天的這個局面 那這個樣子能夠溝通 能夠講話嗎 這個社會就分裂掉了 剛剛我們的來賓也有談到 說什麼叫窮人去吃來住 這個怎麼是民進黨的意見 這個不是民進黨的意見 這個第一個有意見的是柯P 提出窮人論的是柯P 然後我們民進黨 在高雄一個市議員 跟著這個論點就講 這個是民進黨的意見嗎 柯文哲是說害到窮人 那民進黨議員 他們就想說 窮人有選擇 所以這是窮人論 好像幫到他們的感覺 我的感覺 這個社會是怎麼回事 是怎麼回事 人家都講不清楚 政府確實很多事情沒有做好 但是今天有一件事 我覺得就做得還不錯 80幾家肉品進口商 集體表達不進口萊豬 這個就很好 你要進口你就要標示 不含萊豬 就很好 因為你們政府不做 是 沒有錯 我一直在說 因為他們的生意已經受到影響 沒有錯 我一直在說 我說政府應該要替效益者把關 有沒有萊豬應該標 有沒有萊豬應該標示清楚 對 你政府如果有什麼苦衷 到現在還講不出什麼苦衷 我現在一直在等 政府到底有什麼問題 說這個是誠信問題 國際的一個誠信問題 這個跟誠信有什麼 你有承諾人家這麼細節的事情嗎 而且我看整個這個過程是說 我們沒有就萊豬的進口 去做細部談判 沒有 既然沒有的話 為什麼你不標示 你不標示 你不標示的立場一下定以後 你現在要應轉 因為現在社會的民意 是反對你這樣做的 所以你要應轉 應轉我們在這邊也呼籲很久 你就是設法學學像日本 日本他們就是基於市場的考慮 基於消費者的接受考慮 所以他們沒有萊豬 他們就標我沒有萊豬 我沒有萊豬 台灣還不是跟進 還不是跟進 這個不是無解的 這個是大家坐下來 可以好好來討論的 政治的攻防 或是政治的競爭難免 總統的位置大家都要搶 市長的位置大家都要搶 你說蔣萬安 我是支持對不對 郭世強 我覺得他比較好 你講那個事 我覺得我一直都認為他比較好 但是如果民進黨 提出比他更好 我就支持民進黨 就這樣 怎麼比好 我自有比較的標準 不管怎麼樣講就是說 大家為了政治可以去爭 但是不要搞到 像現在我們這個樣子 就是你講的一定都錯 我講的就一定不能被否認 不能被異議 這個樣子這個社會完蛋了 我想補充 其實剛剛軍營委員講的 他提到那八十幾家肉皮 他做得很好 我們的政府自己就要想想看 我們民間都想辦法再自救 我們的縣市政府 也想辦法再自救 為什麼我們的中央政府 就是敵死不愁 死不悔改 就是什麼都不能變 就是所有的在野黨提的意見 沒有一樣要採納的 然後所以才逼得大家 我們現在都在採取自救的方法 即使現在有肉品廠商八成 他們說他們要進 這個非萊豬的美豬進來 可能要標沒有萊劑 對 但是這樣子的做法 做得到嗎 如果政府不去支持他 你真的做得到嗎 政府不給他一個貨號 從來源的源頭 我就標好這一批所有的 因為他是從源頭認證 這個也是我們在爭取的 政府敵死不從 他現在只要說美國豬 美國豬標到尾 這一些肉品廠商 很想從源頭把它標清楚 就是我這個是沒有萊劑的 做得到嗎 政府不配合你的時候 請問怎麼執行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老百姓都可以想出方法 你只要從源頭去標 這個系統的標進來 就是都是沒有萊劑的 美豬沒有萊劑的 還是可以照樣吃 但現在民進黨這種做法 他等於把所有的美豬打死了 就是美國豬 將來大家在市場的時候 看到美國豬 我管你有沒有萊劑 大家就覺得那一定是有 通通都不敢吃 所以他本來是 害慘了這個產業 我補充會這樣 因為我常常跟一個同台 我也常常聽他的評論 我知道你是支持 標示含萊劑或不含萊劑的 我覺得這一點 對 其實我們看法是一樣的 我希望能夠標示萊劑 不希望吃到萊劑 就這麼簡單 希望能夠標示萊劑 然後也不希望吃到萊劑 你說不希望吃萊劑 不要去吃就好了 現在問題就在於 你可能根本吃到不知道 這還是關鍵 剛剛一哥講那個 80幾家的進口商 他們因為已經知道 是在民怨沸騰 而且基本上根本不會有市場 所以他宣布說我不進萊劑 我跟一哥報告 你有選機 我是沒有選機 哪一個候選人 會公共講說我要會選 我一定跟你講我不會選 但是有沒有人講了不會選 後來跑去會選 會選在台灣是有罪的 但是我知道你的意思 現在所有的廠商跟大家講說 我不進萊豬 他最後卻進了萊豬 那個事情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台灣是可以接到萊豬的 所以政府要拿出公權力 來跟大家讓人民放心 不是只有廠商講說 我不做 我不做就好了 因為他就算做了 他也完全沒有問題 我同意 但是現在政府有一件事 他承諾能不能做得到 我們還在觀察 因為還沒有開始做 逐批檢查 這個是政府承諾 最好有這麼多的檢驗 這個例子是有很大問題的 逐批檢查 所以你說你沒有萊豬 如果我驗出來有 你就標示不實 不是 他的逐批檢查 他是安全的 安全的 但是你標示說我沒有萊豬 就是標示不實 所以沒有問題 如果你能夠落實逐批檢查 來 這個就會 我是主張這樣子 政府你如果力量有限 你就集合 集合這些民間力量 你像你政府要打進去 去日本的市場有問題 人家信公私人的力量 就可以進去 你就可以 不然你的行政醫療 還要去不去 但是什麼封裝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時候是應該 就是不要 就是領頭者 就是像行政院長總統 不要再帶頭做對立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這樣子有機會慢慢修復 慢慢找出最佳的台灣對策 我表達一點看法 就是說剛剛俊一有談到說 政府有承諾要豬批檢查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不能政府規定 你不能標示萊劑 你不能標 你不能標示 這批豬肉有沒有含萊劑 你不能標示 他說政府是支持這些業者 80幾家業者說 業者是自主 互傳萊劑 所以他自己要標可以的 這個是政府是支持的 不是 政府不准你標萊劑 他不准標 因為現在就是不能標示 你是含萊劑或是不含萊劑 政府規定不准標 所以他即時檢查 不含萊劑是同意他們標的 這個沒有問題 不可以 因為現在的規定是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 也就是說你只能說 這是台灣豬或是國外豬 你只能這樣子 你不能標有含萊劑或是不含萊劑 你也不能說我不含萊劑 也就是說 不是 我的意思是在於說 即使他檢查出來有萊劑 你也不能標示 所以我覺得這是兩碼之事 但是我覺得回到信工這件事 我還是要談一下 我覺得目前我的推斷是這樣子 因為剛剛俊毅談到說 目前來講兩極端 性跟不性的問題 確實是如此 就是說不過我從這件事情的推斷是 我覺得如果民眾越不相信 這不是查水表 我覺得對於相關的當局來講 他們越開心 因為效果越好 為什麼 稍微有政治性的 他都很清楚的知道 信工目前是在風頭上 所以我 假設我是潘門安 我是屏東縣政府 或是我是消防局局長 我知道信工現在是在風頭上 即使他時間到了 我也要緩一點再去檢查 我不會在這個風頭上 故意去檢查 但是為什麼會故意去檢查 或是我去檢查 那就是故意去檢查 換言之也就是說 他們都是非常有經驗的政治人 都是非常有經驗的 非常有經驗的政治人 都知道要避風頭 但是為什麼要在風頭上 一定要去做 那就是有意要這樣做 有意要這樣做 那就是有意的去否認 也就是說我一定會這樣做 而且我一定會否認 而且我一定會告訴你 是民眾監局 而且我一定會告訴你 這是兩年時間到了 這一切都是故意的 都是安排好的 但是我就一定要去檢查 然後也一定會引起 議論的討論 會引起辯論 會引起在節目上大家來討論 當大家越討論 越辯論的時候 這個效果就越好 因為所有的業者在旁邊看 他就很清楚的知道 這個已經達到效果了 那也就是說我害怕了 也就是以後你任何人 在頂著這個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的任何意志 我說你是支持我的 你就不能說我不是 我說你是A 你就不能說我不是A 你都不能頂了 因為你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要滿足蘇貞昌的講話了 原因很簡單 因為如果你不滿足 你的下場就是信工 你的下場就是皇家牛肉麵 我覺得這個態勢很清楚 換言之也就是說目前蘇貞昌 他本身在整個行政系統裡面 他的一種推動的 這種強力的強勢的推動中 事實上就把這樣的一個 嚇阻效果 恐嚇效果 事實上就彰顯了 所以越討論 我對蘇貞昌來講 我沒有這樣做 對屏東縣服務來講 我也沒有意思要這樣做 但是其實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 那是故意的 我都合理推斷了 但是那是故意的 越討論大家效果就越好 因為廠商都很敏感 廠商也都很清楚 廠商也都知道 我為什麼要去惹風頭 因為我最終哪一個東西 蟑螂都會跑進來 老鼠都會跑進來 我怎麼知道 老鼠哪一天跑進來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你要來找我麻煩 不會找不到麻煩 所以每一個企業家 他都希望息事寧人 不要惹事 那不要惹事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說事我就事了吧 我至少嘴巴閉起來 我也不反駁 即使跟我的意思完全相反 我嘴巴閉起來 只要閉起來就達到他的效果 達到他的效果 蘇貞昌就可以把那個位置 做得很穩 做得很牢 打得很絲 因為你誰敢再講話 就是那幾個案例 那個案例是故意製造出來的